到底是多么顽劣的熊孩子 才需要预警拿出电击枪对付 这个熊孩子名叫托比 年仅17岁 身上就已经背了15箱指扣 14岁的那年 托比第一次打架 用铅笔把同学捅进了医院 因为他尚未成年 仅在哨馆所离关了半个月 便被无罪释放 长到甜头的托比愈发嚣张 死后的三年中 他打架斗殴 交易毒品 混迹帮派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最严重的一次 托比将拳脚回向家人 打断了亲生母亲两根肋骨 母亲在医院整整躺了50天 才能够正常行走 在得知自己将去监狱体验生活时 托比没有丝毫紧张 他认为监狱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哨馆所 别说去待一天 去住两年也没什么大不了 本期出场的第二个熊孩子 名叫唐塔维 他自称是因为吸烟被捕的 而实际上他所谓的烟 其中掺杂了20%以上的毒品 尽管只有13岁 塔维却绝对算得上是条老毒虫 他和周围街区的毒贩都有联络 不仅自己吸 还经常帮忙发展下线 塔维还有个17岁的哥哥 名叫迪凡特 兄弟俩配合默契 在外打架 回家吸毒 让家里人头疼不已 本期的监狱之旅 原定只有塔维一个人参加 是节目组看迪凡特骨骼轻奇 才破例多给了一个名额 最后一名熊孩子名叫凯尔 看上去人畜无害 不会造成任何危险 可实际上 他是当地臭名昭著的纵伙伴 人们经常看见他拿着火柴 漫山遍野的流窜 这边点个篝火 那边点堆木头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 却因为没有证据 迟迟无法将其逮捕归案 凯尔的父母每天提醒吊胆 生怕他点出山火 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他们有幸管教 却由于方法不对 每次都会激起凯尔激烈的反抗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报名参加节目 将希望寄托于 身经百战的狱警 与凶神恶杀的杀人犯 好了 四个熊孩子凑齐 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监狱之旅 第一站 狱警先带熊孩子们 带到牢房外的走廊上 从高到矮排好后开始训话 这是所有罪犯 鹿狱时的必经环节 狱警们训话有两个目的 一是强调监狱里的规章制度 二是给犯人来个下马威 将他们变得更容易管理 一阵正碎耳膜的嘶吼过后 狱警发给美人一箱生活用品 带他们前往男子监狱 才刚走到门外 众人就看到里面的杀人犯 正苦事单单的盯着他们 狱警还没离开时 这群凶神恶厦装的人模人样 没有露出真面目 可预警刚一走远 他们立即围到牢房前 开始抢夺熊孩子携带的物资 熊孩子与杀人犯争锋相对 最后谁会胜出 可想而知 一开始 熊孩子们还试图反抗 抵制犯人的掠夺 然而还没矜持五分钟 他们的心理防线便纷纷崩溃 比凡特 托比 这两个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熊孩子 先后在犯人的强迫下 交出了脚上的名牌鞋子 以及行李箱里的生活物资 十分钟过去 所有熊孩子都成了光脚一座 犯人将他们的东西全部抢光 甚至连厕纸都没有留下 监狱觉得 警示这样还远远不够 随着警报声响起 牢房大门突然敞开 犯人们一拥而入 与关押着的熊孩子 来了次亲切会晤 在此之前 熊孩子们普遍认为 进监狱也没什么大不了 直到杀人犯将其团团围住 他们才猛然惊觉 这一次不是闹着玩 如果表现得不好 以后每天都要遭受相同的待遇 放任犯人撒欢五分钟后 等在一旁的狱警才出面叫停 转眼间 午饭时间到了 监狱不比家里 这里没有丰盛的大餐 只有濒临变质的面包 搭配水煮的豌豆和午餐肉 看得出来 这些东西的味道不太美妙 几个熊孩子吃着吃着 眉头就皱成了一座小山 吃过午饭 几人又在监狱里待了四个小时 体验了一次沉浸式坐牢 随后便迎来了模拟探监环节 在模拟探监中 熊孩子一改往日的嚣张 纷纷开始请求家长带自己回去 虽然只在这里待了一天 但他们已经深刻体会到了 失去自由的痛苦 托比 塔维 迪凡特 几个顽劣不堪的熊孩子 纷纷面对镜头启示 声称再也不会行风作浪 出狱后一定改掉所有的恶习 这一番斩钉截铁的保证 究竟是发自内心 还是逢场作戏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个月后 四个熊孩子回访时的表现 首先是黑人兄弟中的迪凡特 出狱后他改正了绝大部分恶习 从一个有手好闲的小混混 转变为了被考大学的普通高中生 迪凡特说 促成他改变了正式监狱里 阴暗幽闭的氛围 他难以想象 在那种地方度过一年 十年是一种怎样的光景 如果一定要在戒毒和坐牢间选一样 他宁可乖乖地被关进戒毒所 相比之下 弟弟塔维就要逊色许多 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和陆玉之前一样 由着性子胡作非为 同样改造失败的还有托比 出狱之后 托比在家长面前装了老十八娇 背地里却依旧打架吸毒 他总以为 只要不犯大错 便永远不会被警察抓住 殊不知 违法没有大小之分 警察早已将他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只等成年后再一同算账 纵伙伴凯尔重新回到学校念书 如今 他的家长每天都会检查口袋 禁止他携带任何可燃物 经过监狱之旅的协礼和父母的严格管教 凯尔的生活正在回归正轨 大家逐渐不再担心 他哪天会搞出什么大新闻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世界很大 故事很多 我们明天接着说